我們現在呢就是要來做矛點 矛點的部分 那我現在我先把矛先決定好 假設我希望點了之後 矛點就是說我的位置要跳到這裡來 所以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準規格上面有一個哪一個像矛 在這裡有沒有 看到齁 點下去我的目的地要設在這裡 那這邊你就可以給你的目的地設一個名稱 那麼原則上同一頁 就是你的名稱一定要是唯一的 不同一頁都不差啦 好不同一頁沒有關係 但是同一頁一定要是唯一的 比如說這個我的叫做 好但是這個地方 原則上還是用英文啦 好原則上點下去 有看到他了嗎 對不對 那麼你注意一下我加進去之後 他是把這個字好像往後退了 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東西跟我們昨天看到一個東西很像 我們昨天有沒有把段落符號還有BR那個 段落符號那個BR顯示出來 那個東西真正在網上看的時候看不到 這樣OK嗎 好所以這個不會齁 那我現在是目的地設好了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什麼 來我希望比如說我這裡 台風 假設我這個地方 我要連到剛剛那邊去 我只要在我的超連結這個地 這裡 怎麼做呢 好 那我現在可以 那我現在先預覽給你看 好 你可以看 你看齁我在這邊 按下去 有沒有往下跳 有 有 但是好像不是跳到我們那一個地方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你給它注意看 你的這裡 是不是已經進步了 沒有 他已經捲不下去了 雖然我也許我錨點是設在這邊 有沒有 本來正常應該 錨點應該 跳到這裡應該是 這個位置應該是在這裡有沒有 可是因為你下面沒有東西 我就錨不下去啊 所以那就只好 就是到最底的 好所以如果說你就算你錨點是放在這裡 你看到結果還是跟這個一樣 唉了解齁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齁 來那我把話 就是說我剛講的是屬於什麼 我從上面 我一點就點到我要去的位置 但是這個 這個可能不常 不會說常常用到 我們最常用到的是什麼 回到上面 有沒有 因為當你的頁面 超過一頁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常常讓它 讓它有回到上面的一個什麼 機制 阿不然它再捲捲軸 雖然你現在有那個滾輪很快的喔 但是還是比較慢嘛 對不對 那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跟各位提過 如果你的頁面會超過一頁 阿盡量不要超過兩到三頁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真的太長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說啦 你在看的時候 也會比較 就是 比較吃力 因為要挑不方便 所以它就會準備很多什麼 TOP的那種功能給你 好 一種這種情況 最常出現在來 新聞網站 對不對 新聞網站齁 尤其它新聞很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回到TOP 那我就要問你一下囉 請問你 我如果在後面 我在這邊 假設我加上一個 我先靠右邊好了齁 靠左靠右這個我應該不用說了齁 但是不能靠那個 這邊我先加一個 那我要回到上面去 請問我目的地在哪裡 我的目的地在哪裡 我要回到頂端嘛 所以我是不是在上面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可能就想 我在這邊加上一個矛點有沒有 好 當然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有一種偷懶的 什麼叫偷懶的 你記得我們剛剛講的語法是什麼 緊字號 加上矛點名稱對不對 但是 你有一個偷懶方法 就是給它緊字號就好了 就不用給我名稱了 它就會自動回到最上面去 好 那所以說你看我試給你看齁 我現在按下去 你如果沒有加 你要去的地方 它認為你預設就是總站 對小名店 好的小名店 所以你看我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回來 這樣瞭解了嗎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小的技巧 那你要不要加矛點名稱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回到上面的話 回到上面的話 好 得到